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你无法与他缔结契约 但以你八级巅峰的势力 辅佐他出征并非难时 而我也知道 自从你们上次一别 你已经等待了很久很久 对吗 尊敬的光明之子 您的确是我最想辅佐的伙伴 面对您的邀请 其实我满心雀跃 虽然无法缔结契约 但请您相信我 我会用我的忠诚为您奉献 我丝毫不怀疑您的品性 以后我们就是伙伴了 我就叫你星王吧 感谢光明的厚爱 这是我们星耀独角兽 独有的金星空间 平时我可以在里面修炼 等待您的召唤 这是召唤的印记 我将以印记为引 召唤星辰 与您携手 共燃星光 星王这是 神闻发光 我手只有进化到九级时 才会出现这样的变化 难道地界召唤印记后 星王拥有了进化的奇迹 星王 不能打断他的进化 就看星王自己 能否成功考验 不知名 还不舍然 你能否购转 没发现 即使 都冤开 不知名 不知名 他们自己 可不知名 不知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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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局 不知名 不知名 咳不知名 咳不知名 不知名 咳不知名 打破之后 通破天赋 今日是剑刀从未出现在记载中的异象 太好了 新王 恭喜你 主人 因为您 我终于超越自我 触碰到神圣边缘 去吧 儿子 多谢前辈 后会有期 从骑士圣山回来后 骑士店任命我为代理生骑士长 我将以这个身份 前去支援其他武达关爱 韩语要接受密尹启示的奥和 再留在御龙关 而我则迫不及待地出发 去迎进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彩儿 我好想见你 我俩要 datos 去吧 回来 踢 走 衑 走 凄 走 рассказыв SU, 停 竟然是順剑药毒角元 不要 这是星耀独角兽之王 他竟然得到了星耀独角兽之王的亲戚 那可是八级巅峰的魔兽啊 如果他真能被看上 未来必将成为圣殿联盟的中流砥柱 您好 我是来自浩远分店的骑士龙浩尘 来这里寻找我的伙伴 不知能否与您交流 原来之前引起光元素波动的就是您 我们当然可以交流 您身上的光明气息在我之上 让我感到很舒服 那 那我可以成为您的伙伴吗 我真的很想答应你 可是 我不能欺骗你 您这是什么意思 我很想成为您的座企 您的伙伴 如果那样的话 或许我有进化成九级魔兽的可能 但是我不能 救你 也想得到星耀独角兽 因为以我的天赋 并没有资格适逢尊敬的光明之词 我不太明白 只有和您天赋相当的魔兽 才能成为您的伙伴 只是 那样强大的存在 又怎会被限制在这骑士圣山里呢 您这次 恐怕要白跑一趟 那您知道 去哪里才能获得我的魔兽伙伴吗 这个 我也不知道 要是他能获得魔兽 你就收他为徒 谢谢你 只剩最后一点时间了 我不能放弃 一个废物也想得到星耀独角兽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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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活动魔兽 不要应安 尤其要小心那个鬼舞 逼就逼 不愧是叶华这个废物交出来的 和他一样垃圾 不许侮辱教官 我偏要 我不想骂叶华 我要替你的废物爸妈教训你的 叶龙 我怎么教训他 还用找你 单手就能挑发他 还傻乐着干什么 还不给我杀 神域格党 你看你还特色 用别人了 难道他真的得到了星妖独角兽的认可 今天算你小的奉运 谢谢您救我 您是尊敬的光明之子 岂是跳梁小丑可以冒犯的 不过您是时候离开了 快点快点 快点 快点 对不起我 我没有找到魔兽伙伴 果然这个年纪小获得魔兽的人口根本不可能 我就说嘛星妖独角兽怎么可能看上一个废物 既然已经得到了座棋 还不滚 星妖独角兽没跟你走 我横穿了整座圣山 都没有一个魔兽 愿意做我的伙伴 前辈 既然此次没有获得魔兽 那我们也告辞了 走吧 等等 在这圣山之殿 有个传颂大阵 传颂大阵 不可 从大阵里召唤出来的魔兽 都是随机的 种类强弱很难说 运行大阵 还会有巨大的风险 可是 哪怕有一丝机会能获得魔兽 我也愿意试试 看来你的弟子 都比你更有勇气 很好 既然你这么有勇气 那就由老夫亲自来为你护体 这就是九尖强者的灵牙 他就能以一己之力 运行召唤大阵 运行大阵 会消耗巨大的灵力 你必须在我灵力耗尽前归来 否则 将被永远困在另一位面 谢谢前辈 我知道了 为了败我为师 他竟敢愿冒这么大的风险 马上会有无数魔兽的气息 出现在你的感知中 记住 一定要找寻到最亲近你的气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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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魔术的气息 都以我不够亲近 时间不多了 还没找到吗 前辈 我能做点什么 不用 我就不信 这是光药之体 让你一次选个够 那里 有很亲近的气息 是你在呼唤我吗 你可千万别被困在另一位面 时间要动 你愿意成为我的魔术伙伴吗 就是你看 糟糕 难道 被困在另一位面了吗 昊辰 他成功了 这是 二级地火戏 小家伙 你怎么会有这么重的伤啊 还有这么大一个脓包 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却换了这弱小的废物 这不值得 等一下 你的前途不能被这个小东西耽搁 如果你将来能够成为一名高杰戏 能力足以相负一头巨龙 可是 现在 你又何必在意 前辈说过 要选择与我最亲近的 最后那一刻 我感觉到 就是他最亲近我 最需要我 就是你吗 原来是你在呼唤我吗 所以 即使他的级别很低 我也愿意和他共同成长 放心吧 小家伙 我不会抛弃你的 只希望 你做我的朋友 好吗 你说这样子 走走走 小家伙 你愿意和我做朋友了 你这孩子 你放心吧 你没事了 太过于心软 不要 你放心 我是想为他治疗 等等 如果你们不想他死 就不要为他治疗 雪妹 这是为什么 你很好 在你身上 我看到了奇事的怜悯与仁爱 可惜 虽然你并不嫌弃这小家伙 但是 他拥有的却是黑暗体质 黑暗体质 他们不仅无法接受光明法术的治疗 只要出了这里 还立刻就会被外面的光明大阵叫杀 什么 而如果你真的想救他 并带走他 我要 前辈 是我召唤他出来 我要对他负责 很久以前 有一个古老的禁术 名为幻血 幻血 就是用你血液中的光明之力 将他体内的黑暗物质清除 要想带走他 这是唯一的方法 但是 这也有一定的风险 同时 你也会人情打伤 不 不 这只地狐吸了黑暗物质 正在反射昊尘 可恶 刚才还是应该阻止他 换血一旦开始就不能终止 你这样暴然冲上去 只会适得其反 我们为他护体 我们为他护体 其余的 就相信你的弟子吧 我 你这样暴说 我来 你这样暴走 你这样子 你这样暴走 你这样暴走 我去 成功了 糟了 耗尘失血过度 淋漓哭血了 果然还是胃不熟的白眼狼 我要救你 去攻击我 给我让开 这是五级魔兽才有的属性吗 它明明才二级 现在竟然进化到四级 而且 它现在居然在与龙浩尘签订 血迹 难怪刚才它会阻止你 就是那个主人死去 魔兽也会失去生命 但魔兽死去 主人却不受任何影响的血迹 它这是在报恩哪 一定是龙浩尘用性命相搏 打动了它 放心吧 它们现在都平安了 从一开始 就相互为彼此付出 这真是我见过 最不可思议的一队组合 你竟然还会变形 我这是有了一位 怎样的伙伴呀 我成功了 我真的成功了 我召了我的魔兽火花了 给它写个名字吧 我叫浩尘 你就随我名 叫浩月吧 以后 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啊 你看 我早就睡了 你好